旋转女王卢慧 你知道吗 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多肉植物 它不仅有着美丽的外形 还有着惊人的智慧 它为什么会旋转呢 它为什么被称为数学家呢 今天就让我来告诉你吧 旋转女王卢慧的学名是 卢慧多头旋 是一种原产于南非的多肉植物 它的叶片呈螺旋状排列 像一个小小的旋转木马 非常可爱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这种螺旋状的叶片 其实是一种高级的数学结构 叫做斐波纳契数列 斐波纳契数列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从一开始的数列 每一项都是前两项之和 比如 1 1 2 3 5 8 13 21 这样的数列 你可能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数列其实隐藏着一个神秘的比例 叫做黄金分割 黄金分割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约等于0.618的比例 它被认为是最美的比例 因为它符合人类的审美习惯 你可能不信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比例其实无处不在 比如 人类的身体比例 大自然中的花朵 贝壳 蜂巢等等 都遵循着这个比例 那么 旋转女王罗慧和黄金分割 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 旋转女王罗慧的叶片 就是按照黄金分割排列的 如果你数一数它的叶片数量 你会发现 它们都是斐波纳契数列中的数字 而且 如果你用一根线把它们连起来 你会发现 它们形成了一个黄金螺旋 黄金螺旋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以黄金分割为基础的螺旋形状 它也被认为是最美的螺旋 你可能觉得这很难理解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螺旋其实也无处不在 比如 银河系 飓风 蜗牛壳等等 都呈现出这种螺旋形状 所以说 旋转女王 卢慧其实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 它用自己的叶片展示了最美的数学结构 它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 这也是一种生存策略 因为这样排列叶片 可以让它们接收到最多的阳光和空气 从而更好地生长 但是 旋转女王卢慧 不仅会用数学结构来生长 它还会用数学结构来移动 你没听错 它会移动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有光线变化的地方 你会发现 它会慢慢地旋转 跟着光线的方向 这也是它为什么叫做旋转女王卢慧的原因 它会用自己的智慧来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环境 从而更好地生存 旋转女王卢慧 你知道了吗 这是一种不仅美丽 而且聪明的多肉植物 它用自己的方式展示了数学的魅力 如果你也喜欢它 不妨养一盆吧 它会给你带来无限的惊喜和乐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